《五色大戲》 《五色大戲》 《十年耕耘》 《十年努力》 《適逢機會》 《2024香港HC》 我們搞一個新劇目 叫做《神話》 我們希望既遊合 傳統一些表演程式得來 也有最多密集笑位的喜劇作品 究竟我們現在當代 我們覺得粵劇是一個什麼模式 我由我們去展現給大家看 《神話》這套戲 其實內容主要是說 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時期 就有一個殺劫的預言 又再次重臨 我就奉命去尋找一個叫做神話的東西 去希望可以避開這個殺劫 展開一個充滿著神秘色彩的 尋找神話的旅程 若果看慣傳統粵劇的觀眾 一定會覺得我們的題材很新鮮 因為傳統的觀眾可能 他們有特別自己的喜好 但其實他們都會對 一些新的題材粵劇 是有一個盼望的 他們都需要提一些新的作品去刺激他們 其實當代的粵劇 例如我和阿康去寫一些粵劇 或者想一些題材 我們都會從題材先 或者從訊息先 而令到我們每一次粵劇的作品 都是給人一種新的感覺 希望給到不同的觀眾一個感覺 粵劇不是大家印象中那麼死板的 那麼古老的 只是我上一輩才會去看的 可能我自己都適合去看的 就算是我們有創新也好 我們依然都是我們的粵劇 本身我們需要的規格裡面 去想一些新的意思 所以傳統觀眾來看 他們並不會覺得 都不是粵劇 也都希望通過用喜劇的形式 再吸引一些比較少看粵劇 或者未看過粵劇的觀眾 原來可以有一些這麼有趣的畫面 然後通過這個渠道去接觸 香港現在當代一批粵劇工作者的表演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好的事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們有別於以往大家看傳統 所謂粵劇喜劇的感覺 我們有一群合作無間的演員 通過我們的精密的排練 加上我和你努力去寫很多密集笑位 還有我們結合了我們現在最強的創作班底 除了由我和阿康繼續擔任編劇之外 還有我們找了Jason江仲傑做音樂設計 更加有高遠拳的激樂領導 蛇家樂的音樂領導 我們可以看看可以拆出什麼火花 辣生 specifically 詞編詞編曲 蜂英学 pac自你喜歡在南下 DOLF 那 residence joined他們坦白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